你还记得吗 这个时候呢 耶稣问彼得这三次你爱我吗 是耶稣已经复活了 可是耶稣还没有被杀 钉十字架 在耶稣被出卖的那一个晚上 还记得吗 有一个人很大声讲话 说 所有人都跑掉 我都不会跑 所有人不认你 我彼得怎么样也不会不认你 是吗 这个谁啊 同样的家伙 同样的彼得讲这句话 讲话是很大声的 我就是不会离开你 今天耶稣出现了 怎么样 你还爱我吗 看到没有 这个问是有原因的 因为呢 之前彼得开了一张空头支票 耶稣我爱你 所有人跑掉我都不会离开你 第一个先跑的是他 而且不止跑掉 而且还三次不认他 圣经讲 人家说你是耶稣的门徒 不是 我跟他没关系的 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彼得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说话不算话 我们的福建话叫做 不认诸人 彼得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不认诸人 他说 我就是死啊 也不会不认你的 有时候啊 我们对主的爱啊 只是表现给别人看得了 不是真正的爱 我们为了要让人觉得 哇你真的很爱主哦 哇我们特别 在教会啊 在人的面前 特别做很爱主的样子 所以耶稣在问 彼得你爱我吗 你爱我比这一些 还要更深吗 意思说 撇除这个条件 撇除这个原因 撇除这个 你真的是爱我吗 耶稣的用意 你切切实实地 看一看你的内心 为什么在试探的时候 当我不与你在一起的时候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当每一件事 似乎出错的时候 到坦塌下来的时候 当所有 你所有个人的盼望 雄心意象 都被证明不行的时候 你就这么快被动摇呢 当我们在处于困扰 艰辛和思念中 我们也会做出不同的反应 或的态度 我们可能就以别的东西来取代 坚定不移的爱 所以这是一场真正的挑战 一场积极的挑战 因为这一切都是主允许的经历 和试验 因为他爱我们 让这些苦难来吸引我们 去淡淡的爱他 你看呢 在十二个门徒里面 没有一个人像彼得这样的经历 怎么说呢 因为 耶稣没有问其他人 你爱我吗 三次 对吗 耶稣也没有 因为耶稣特别爱彼得 因为他是一个敢 敢表现的人来的 他敢在人面前说 就死 我要跟他一起死 结果他失败了 上帝都知道我们的软弱 不管你跌倒多少次 你失败 对主的承诺多少次 没有做到 但是上帝都知道 你还是有希望的 跟你旁边讲 你还是有希望的 因为耶稣从来没有放弃你